哈喽大家好,今天每次给大家介绍的是女子帮死去的姐姐相亲 谁知对方竟然看上了自己的短片《世界奇妙物语之明婚》 女主公子正在回老家的路上,因为之前母亲曾打电话来说有大事要跟他商量 当公子赶到家后发现父母换上了丧服,还催他也赶紧换上 桌子上面还摆着相亲邀请 原来母亲从一个阿姨那里听说,要没有结婚就死去的人相亲 这就叫凝婚,中间人就是灵媒 到时候灵媒会将两人的灵魂召唤前来进行相亲 如果看中了对方同意结婚,就把名字写在一个小木牌上挂起来 他们在阴间就可以做夫妻了 很快相亲开始了,灵媒的两边分别摆着姐姐百合以及相亲对象阿姬的照片 她在介绍完基本情况之后表示让家属们先回避,年轻人们自己谈一谈 但由于好奇,公子在离开之前回头看了一眼 正好看见姐姐相亲对象阿姬的灵魂盯着她看 这可把公子吓得不心 没多久灵媒告诉她们相亲失败了 因为男方不太喜欢公子的姐姐,说完就要离开 但不死心的公子紧忙追了上去 她知道父母为此下了大功夫 所以想追问一下到底是因为什么 结果灵媒告诉她,阿姬不愿意跟百合结婚的原因是她喜欢上了公子 听到这话,公子有点不敢相信 毕竟胡人怎么跟死人结婚呢 但是在去见男友的路上,她心时差点被从天而降的花盆砸到 在胡人的站台也被推倒在地 让公子心里有些发毛 她把这话告诉了男友 正抱怨着突然看到了远处大树底下的一个黑影 有些害怕的公子让男友去看看 但是她去看过之后,说那边什么都没有 两人刚准备离开路边的木板砸了下来 男友眼睛手快推开了公子,自己却被砸死了 而公子也冥伤出院,然而在睡觉时还差点被乡亲男阿姬掐死 还好她按铃吓走了对方 受不了这一切的公子只好找到灵媒,问她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然而灵媒却表示,当时她已经说服了对方 所以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公子确实多次在死亡边缘徊 这下灵媒也没办法了,只能告诉了她一个传说 冥魂的牌子上面绝对不能写下活人的名字 否则她会立刻遭遇不测 两人正说着一个人闯了进来,原来她是阿姬的妈妈 为了不让儿子孤单,所以她千锋百计想要弄死公子 她抢走了一块牌子,想要将儿子和公子的名字写上去 公子急忙赶去阻止了她 两人扭打时,牌子被摔成了两半 而警察也因为公子男友的死而带走了她 本因为事件已经解决,公子却接到了男友妈妈的电话 她说儿子生前一直很喜欢公子 非常期待两人的婚姻 所以她早就教公子和儿子的名字写在木牌上挂了上去 听到这个消息,公子鬼使神差的一脚踩空跌下了长长的楼梯 离死之前还看到了男友的鬼魂 故事到此结束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相信阿姬的妈妈要是把名字写好挂上去完成仪式 那么女主是不是重婚了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